你看这应该是最早这个开业时候的一个展板 当然前面这个介绍绿地啊 他自己的这个一个宣传 然后这边就是 城市门户高铁站客用站公交总站三站交汇 是吧 20分钟自达机场 这个没问题 20分钟自达机场就是没问题 因为不怎么堵车嘛 2000万以上旅客客流必经之地 激发强劲旅游消费热潮 周边众多旅游景区环绕 购筑5公里黄金旅游圈 引爆消费主场 周边社区四五万以上长度人口 八方来客广阔商机海量人潮 涌动不息啊 我说这个都没毛病啊 说的都没毛病啊 肯定有一些数据的支撑是吧 但是啊 我们试试求是假 就是 分析啊 分析一个商圈 它是否成熟或者将来的发展方向啊 那好多好多个因素是吧 在这不同的城市啊 如果说 嗯 这个直达机场啊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利好 其实 好多好多的因素啊 它不是说这么几句话就分析清楚的 当然说呢 就是我们我们这个人类啊 有个特点 我们喜欢简单的东西 是吧 那简单 我能懂的就认为是对的啊 其实往往不是这样是吧 那如果说 就是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吧 就是 医生如果说用很简单的方法 就告诉我们 那 那 那真是不可能啊 因为它有些事情啊 它很复杂很复杂 它不是说这么一点点就说清楚 往往说很简单就能说明白道理呢 也也也值得我们去再去 去求证一下啊 这个我们这是海底捞啊 海底捞现在 海底捞选了个二楼的位置啊 我觉得肯定是二楼的位置相对来说 呃 大一些是吧 上去看一下 下边有一个做这个公安 公安 应该是公安锅 极键店是吧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个这个电梯没有开啊 没有开 说明二楼的这个基本就是相对的 相对的招的差一些是吧 那我们就只能爬楼梯了 它这个在二楼 什么情况 我应该确实是 确实是暂时闭电了是吧 确实暂时闭电了 我们看一下怎么写的 11月8号就暂停营业了 那现在海底捞在荆州有两家店 一是荆州之星的 在沙士那边 一是万达 在万达里边有一家 怎么说呢 海底捞啊 大概也发展了好多年了 是吧 包括从最早的说这个海底捞的服务 大家都跑到海底捞去学习 是吧 当然 我们说餐饮能丧市啊 肯定还是 还是有一些它的一些这个独到地方呀 因为它不像有的企业 可能大众的消费者接触不到是吧 就觉得 可能有些炒作了什么惩罚 大家往往认为说 海底捞我也去吃过是吧 我也我也想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它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往往不是那样的是吧 就是我们认为 这个东西很好吃啊 或者说我们 人的这个想法它是会变的 是吧 并且它变化这个态度啊 就是 你自己都不敢相信啊 如果你拿出你 当然现在我没有办法去那个 对吧 就是像那个看电影一样 把我的这个去年说的话 我重重重重回去 我再重重看一遍 重录一下 但真如果说你反想一下 反思一下 去年说过这些话 你会觉得那时候我为什么 可能 可能你会认为那时候很幼稚啊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如果你觉得 哎 去年我就很牛啊 今天还很牛 大概率你今年没有任何的进步 是吧 我们就说这样的概念 所以呢 尤其海底捞在上市之后 大家也知道上市上市嘛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 它的骨架的一个稳定 甚至上升嘛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它 对于参营企业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扩张嘛 不断的大量的扩张 但是大量的扩张之后呢 到底 有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客群 是吧 有没有这么大的客群去 去那个 去支撑它这个体量的发展 是吧 我们说这是个问题 所以你看它今天要避掉 三百多家电 一方面我们说是 这个火锅啊 到底是不是 还是一个我们说的 当然现在你看这个满商场里 全的火锅 就是这个火锅到火锅热 我们所谓的火锅热 还能持续多久 这是个问题 是吧 二来就是这个当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消费 包括是各方面的一个 我们说偏耗是吧 因为各个地区的它偏耗都不一样的 它能不能支撑你这么多家电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但是呢 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嘛 是吧 所以也会也会被 被作为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卖点吧 是吧 你起码说这个 我们说这些商业企业都会说 你看我们这个肯德基入住了 是吧 海底捞住住了 所以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是吧 这就是大家的那种傍大款心态 是吧 这随随都来了 这个地方肯定是很好嘛 因为大家认为这个海底捞住的这个禁职调查 我们简单叫禁调嘛 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往往不见的是吧 我们说 有这样的傍大款 就随大溜啊 这不见得是一个 不好的一种决策的 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呢 最好还是去 再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下 我觉得这样才是更好的一种一种方法 否则的话 对吧 11月8号是吧 11月8号大概是 这 币电也二多天了吧 最近一个月了 应该就是刚提出那个币电的那个什么 就开始就避掉 币电了 我整个是搬的是比较干净了 应该是 这个商业体 现在做商业啊 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一方面是我们说这个电商的冲击是吧 一方面是这个整个我们目前状态消费不是太太旺盛是吧 不是太旺盛 但是万达广场那家这个店 还可以啊 因为万达广场那个位置 我们说那个商圈的位置还是很不错的 周围也比较成熟了 但是这个火车站呢 火车站我们也说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火车站那边就是火车站 就是那一侧它根本就就是 那个即使将来 将来那火车站的北面再开发出来啊 就是那边的客流啊 就是很难过到这边来啊 就是大概率如果那边将来啊 我们说多少年后啊 那边也是一片繁华 那边一定会也会出现一个 比较那个大的商业体啊 但是这边 但那边他是过不来这边的 那这边的人流量完全是依靠什么 就是依靠的这 这周边的这些 周边这些啊 一段周边这些呢 我们说发展就看周边的发展了 但是这种新区啊 还有个问题 确实也是我们刚才也看啊 他这个注注力啊 不是像小人那么高是吧 我们觉得 他是不是一些那个 我们周边的县市的人过来买的 这个有没有有一部分啊 但是很大一部分 就是我刚才可能也提到的 很大一部分就是投资客 投资客他买了房就空在这里 然后拿着房可能就抵押 马上就抵押去 就去借款去了 他不会来住 这个房子只是一个金融的手段 只是一个 一个抵押品 这样的概念 那么必然就是 他周边根本没有那么足够的人流量 是吧 因为商业讲的就是人流量 人流量 人流量嘛 是吧 没有人流量 那那就是对吧 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啊 因为那边应该是开过一家 这个 医疗美容还在开吗 看不清楚啊 是吧 应该是也也也开过一些商 也开过一些 那这个再要重启的话 还得一段时间了 是吧 因为商业体 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季节啊 就是一开始开业的时候 因为大家不知道说 这个 这个商业体的好又坏 是吧 都是怀着很大一个憧憬 来做这个事情 一旦说这个 这个商业没做起来 再想重新启动的话 就大家就是都是 那叫什么 投鼠忌器是吧 那就开始害怕了 这个就会慢一些 除非这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整个周边的商圈的重新繁荣 这么慢慢的起来 因为周边这样的情况 你看到了嘛 你看到了 你这样就没有想象力了嘛 没有想象力 你看到就更理智了 所以我们说一理智的话 是吧 那个这是一楼的那个肯德基 然后那边有个叫叫香塌塌包仔饭 是吧 我们看这个肯德基啊 他这个人流量还是可以 因为这个肯德基啊 他属于这种 我们说他的海底捞 海底捞是他的 他的这个 是他的这个一楼的 入口在一楼是吧 一楼的入口在一楼 然后就餐应该是在二楼啊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分布啊 我们说这个像肯德基和这个包仔饭啊 那边有个五一路米粉啊 像这样的开在这个火车站旁边上 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因为他属于快餐 好多乘车的人啊 他一下来 他就他就来这吃嘛 这个没什么说的啊 但是你像海底捞啊 这种他一定是这种 我们说的聚餐类型的是吧 要么是居家啊 要么是这个朋友是吧 但是朋友呢 这有个问题啊 朋友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居家那肯定是周边嘛 如果是朋友的话 他他得大老远从别处来到这个地方啊 他他肯定还有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考虑啊 尤其说市里还有那两家的情况下 跑到这家的可能性 其实就并不是太大了 所以这也是选址上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在他那个高速扩张的时候啊 就有有些问题啊 就以前可能可能在80分啊 这个店才能才才做是吧 现在可能只要60分啊 我们就做吧是吧 这个这个不一样是吧 因为在这个企业啊 他在这倒不是说他这个店选的有问题啊 只是说可能啊 在不同的这个经济周期下 你这个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道理啊 也并不是说这个海底捞这个选店的选址人员 或者这个海底捞这个这个公司这个水平怎么怎么样啊 他不是那个概念 不是那个概念 我们说 说也不是那么去说 而是说这个 呃 嗯 金兽西站的位置在哪 有机会再拍一下 那么就意味着啊 其实这个 金兽站 金兽站 这个整体这个 因为他有那个北广场嘛 将来有北广场 但是扩容的可能性 嗯 其实也也也是 也有一定的容量是吧 因为你这个过江的过江的高铁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用这个这个站是吧 这个站的话 应该你只有是东西走向的这样的 才能用 东西走向呢 基本也就是 可能也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一个容量了吧 所以 目前来说这个前面这个商业体吧 确实 还是主要看周边的这些 当然说这些 这些不知道入没入住是吧 入住之后的一个情况了 能不能把这个商业体那个在 在盘活呢 我们说这个可能是一个 嗯 我们再接下来又去 要去看一个问题吧